好了,到下一套,呃,不用說這套東西而已 不是,我不是這個名字,不用說 要形容這套東西呢? 就是一套,賭錢又不是賭錢,超人力又奇怪 作為一個半個澳門的居民,我表示這套東西,我絕對不能夠認同 我也是,說完 好火滾看完之後,第一件事,喂,小妹怎麼可以入賭場啊? 喂,其實這套片頭有說的,全部角色年齡都是18歲以上 不要玩啦,你幾個18歲想著公仔 買一套都是用小妹打麻雀的 你錯啦,18歲想著公仔好多的,你看每人大畢業 哦,是,是,不好意思 其實說真的,賭場這件事,說真的,不就是等你說,我太多補分的東西去說 首先這套東西就說在這個叫娛樂城的地方 簡單來說,你當拉斯維加斯也好,還是澳門也好 大家喜歡啦,當然有很多角色各樣的賭博 裡面呢,女主角就被稱為這個叫幸運女神 而她的幸運呢,就不是幸運賭場,她是幸運賭客 當然是賭米,這個人是賭米的,這個人是賭米的 最基本的設定已經不能接受,好像可以這樣說 怎麼這麼說呢,如果你是運女神 可能一時可以幫到一些客人贏錢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宣傳責任的人來的 但是這個人下來打個圈,全場人贏了,怎麼搞啊,哥哥 賭米都不夠賺啦 很明顯這個人,這個人也是有三位力強的 這個人也是有 不要緊,很多老闆喜歡,你看老闆 每集都會換不同cosplay 我明白了,賠客就賠一兩個小時 但我現在賠23至24小時,就賠一半 你賠客再多賠幾個小時,倒閉啦 為什麼要第三集,所以為什麼要去酒店呢 所以,所以經常都... 我記得我看到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因為我頂不住了 我記得第二集的時候,他說 他要成為一個真正的... 卡號打 不是,不是,官員 然後他說,你這一世都成不能夠成為真正的可官 告訴你 第一波,我派四條煙給人家怎麼搞啊 我好害怕,起初他說有13隻牌 我多怕你12集,每集彈一隻牌出來 然後去玩這些東西 然後跟別人戰鬥 哇,龍珠的樣子,多怕 我好害怕,第三集不是 說真的,其實這個演示 大部分都可以吐槽 他那一間國際河官的協會 去派一些卡給河官 突然叫河官之間賭物 河官不是負責賭博的,是幫人賭博的 你搞什麼 河官是負責派牌 我第一集有件事,很生氣 有一個男人去結婚 去賭輪盤 就說很介意不介意 靠一場賭的 去決定和女朋友結婚 我心想好去死 那男人 大小搞幾年 通常都很快離婚 那女人都很現實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賭也不是賭輪盤 你不結婚 你不想結婚 對 那女人知道男人沒有錢 那男人就想拿錢賭 這個男人肯定都很有限 都是敗家的 都是敗家 就算是賭錢 有哪幾個真是發達 賭錢給你結婚 這次是幸運的 下次就是這些男人 過了兩集就離婚 賭死老婆找臭屋 很多黃收 很多黃收 我聽到那些人 這這樣的設定很離譜 看見了什麼 不要緊 之後更離譜 之後又出現那個奸角 就說要捉了一個蘿莉 原來他不是捉了一個蘿莉 又要捉了一個公仔 為何要捉了一個公仔 我不明白 他沒有錢 最重要是說 公仔是否擺了一些晶片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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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原來我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公仔 我真是 爆炸了 還有中國製造的公仔 他起初以為比利時 有什麼分別 你比利時跟中國製造 What so matter 沒有關係 有紀念價值 簡直說 他要做到很有內容 做到很感人 但是不知所謂 不是 是那一場賭 接著就是說 用那個公仔 去那場賭局 那場賭局 是遊戲王來的 還需要遊戲王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遊戲王 至少 大家都是超人力護片 但是至少有些卡 那些戰鬥 你運用的東西 你看一下 但是我想說 那裡 所謂的超人力戰鬥 就是 不論主角有什麼招數 總之 女主角 幸運的場 然後就消去所有東西 拜拜 大家叫你 賭神都捉牌 大哥 你都不用捉 那兩個牌 他走完之後 不知拿什麼回來 算了 真的沒有什麼好看 連戰鬥都 我真的不知道 很看性 而且最拿命的就是 那個人輸了 拉去報警 出去捉小妹 還出去 把男人的頭 蓋在自己的胸袋 安慰別人 什麼劇情 大哥 你做可觀 你都不會這樣 賭場 他賣服務 其實他是 那沒什麼意思 要去賣服務 給他 是本身是動畫 賣服務 是 第二集 我覺得更離譜 第二集 那個卡牌 首先 第一個問題 這個是可觀的資格 並不是賭神的資格 完全解釋了什麼 一個刁罵 我覺得他真是軟 還有我想罵 就是另一個 在俄羅斯 你說請一個 在俄羅斯來的 我做些 是跟著 Nio來 學習的 你不是請這樣的人 不是 而 學東西裡面 他是學什麼 捧餐 他學的是一些 MEDO的技巧 並不是一個可觀的技巧 不是 他不是已經插了一間賭場 我實在說 這間賭場 不是 其實是對的 為何請他回來 就是因為 他老闆見到 你這傢伙 你落了牆 都全場贏了錢 那我唯有找人 破壞了整個賭場 那你們沒得贏了吧 不是 有生意的 而且他沒有什麼威能 其實最後一場 決鬥就是 拿一個輪盤來玩 玩保齡球 首先 我先不論 是不是可觀的問題 若然一個人賭錢的話 我不相信會試過保齡球 這件事吧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人計算 計算什麼 你如果只是一個兩個DL的賭局 你不需要一個大老闆 去建這麼大的東西 讓他們只賭一賭 這是很不合理的 沒有理由這樣做 是很不對 沒有意思的 我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是怎樣 計算計到盡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不是他做好 你去做錯誤 做錯誤 然後整場賣肉 基本上第三集就開始玩鬼上身這些更加 我看了兩集放棄了 不好意思 因為講鬼上身那集其實就主要你來講 大家都知道其實臨尾又是買那個明星那個 但經常說吃雞翼那些又是一些很無聊 感覺上很無聊 沒什麼意思的 什麼是吃雞翼 我想問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說他的老闆在古堡買到另一個地方開賭場 原本那個古堡就有一個靈魂在那裡 鬼魂就好像進去住一個明星那樣的 那鬼魂就很喜歡吃雞翼 是不是周星馳來的 要吃雞翼 類似的那些雞翼又突然上了人生不斷去吃 救命 然後突然進去賭一場 又說要跟Rio賭一場 這個鬼是賭合 周星馳 對 簡直是鬼想生 那你弄些鬼的故事在那裡沒有意思的 我不是要看這些東西嗎 整體上這套東西其實是核體 唯一的項點是什麼呢 就是換衣服 當然還有一些走都會燉的 肉 多餘的脂肪 多餘的脂肪 還有我想問一件事 那個明代 即是阿朱達彩萊的聲演那個小妹 那個小妹好像不用工作 雖然在那裡長著 但不是每天在賭場 那個阿爺超有錢的 那個小妹不是每天去賭場 不是每天去貼著這個 那她差不多 不是 她第一集叫老闆下了order 叫她照顧她 照顧不是每天去賭場 那她的工作要每天去賭場 這些東西教授從小開始 從小開始賭錢 那個阿爺說什麼 就是阿爺說什麼 他壞了他的性交 他阿爺就好像我這樣說 我沒有東西多 我錢多 那我說這些東西 錢多的那些什麼 你要教他花錢的 你要教他 我什麼都沒有自由錢 不是錢多 那人教我花錢 好啦 算了下一套 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我最想講一件事 就是說 這套東西明明 賣殺必死 這套東西是不是 但這些作畫都不行 崩壞的作畫 第一集已經開始崩了 連殺必死都賣不到 有什麼可以賣殺必死 叫做王精柏 我們現在想著 插平了十三張卡之後 是不是可以變身 他沒有 他說只有一個資格 是一條龍出來的 他又沒有說 他又沒有說 就是要選一個最強的DL 我都說 你要最強的DL 什麼鬼 他們不是 那整套東西叫做什麼 想玩賭錢 但他們又懶得說 我不想用一般的賭博 然後就用DULA這個設定 DULA 他用DULA的設定 就是用賭客的方式去做事 是這麼多 他是拿什麼 第一集 玩五隻騷子 第二集 玩龍盤 第三集 開始玩雜色仔 第四集 我現在想著 是不是開大小 第二集 第二集 我現在想 最後一集 是不是玩俄羅斯麗 找左倫 不是 麻雀 麻雀還沒開 排狗還沒開 Saki 扣天狗 圍棋 抓到雜拾都很厲害 這次又撞圍 下一次又Saki 好 有得做 每次突然有一個女主角 有些威能出來 又是不知為何 彈威能出來 然後就贏了 你玩了 你賭侯來的 說真的一套 劇情合理性不得好看 劇情合理性不得高 然後可看性 所謂的超人力賭博 戰鬥可看性 真的更加差 天狗變戰鬥 這套真的有什麼好看 算了 各位 大家可以當這套是 燈燈燈 看完 我想問多五秒 開放到這些 算了 原來有的嗎 原來 有 有些老虎機聲 那些 不要忘記了 這是什麼 不要搞了 2,3,4,5 這套也是不要看 雷都爆了 拜拜 我們下一套 這套也是不要看 雷都爆了 拜拜 我們下一套